我们接着来聊聊《红楼梦》啊 大家也看到了添加了蓝色的字 代表什么呢 得宠的丫鬟 旁边这些橙色的字 就是不得宠的普通的丫鬟 以及这些姨娘二房太太之类的 这样看着更有意思了 挺好玩 这一回我们讲到第十六回 贾元春彩选凤枣宫 秦京青妖室黄泉路 之前说宝玉的那个书房正在装修 这裱糊一些墙面啊 窗户纸之类的 装修好了 可以读书了 他就和秦初中约定好 晚上一块读书 读夜书 有点像是上晚自习 这个意思吧 但是不巧 最近秦中病了 原文说秦中禀赋最弱 在郊外受了一些风寒 那为什么 怎么就受风寒 那你是啊 你光着定大冬天的 摇出乱跑 那你能不做病吗 就是和这个智能儿那点事 和小泥姑偷情啊 是吧 所以就是说自己作的 我就想了一句话 白天出门走四方 夜里点灯补裤裆 你没办法 只能在家休养了 宝玉就没有了兴头了呀 那也无可奈何 没人陪着他读书 那只好再等一等 是吧 你三九落月的 你不当回事 你那么浪 所以得病了 那没办法呢 就只好以后再约了 这一天正好赶上这个贾政过生日 哎 大家府里府外的宁容良府 人丁都凑齐了 十分热闹 正在给这个二老爷庆祝生日快乐 正这个庆祝到一半 有一个太监前来禀报 那宫里的事啊 干嘛 什么意思呢 一看是下太监来了 但是这些下人啊 小私只能管人家叫老爷 说下老爷来降旨来了 这个降的是什么旨呢 一听这个圣旨啊 那下的假正假设都慌了 都不知道到底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急忙把这个正在庆祝的这场生日宴 给当即取消啊 撤去了所有的酒席啊 摆上了香案 就都点上香了 很快啊 太监下手中的车马已经走至门前 人家没有进屋 刚一下马 满面春风来到 这帮人齐齐整整 已经都给人家跪下了 准备接旨了 只听这个下太监口内宣读圣旨啊 说特旨 立刻宣假正入朝 在临境殿必见 就说要面见皇上啊 就一说到这儿 这帮人都来不及吃茶了 请人喝茶 人家也不喝啊 人家转头就走 你看这个太监的表情 也猜不到是好事还是坏事 到底是什么兆头 没有人知道 贾母这个时候就内心惶恐不安 而这是啊 那个时候你皇上 他也没个准谱啊 那没准他今天他就要杀你呢 那也是有可能的啊 于是啊 等到贾正老爷走了之后 贾母不断的派这些仆从下人 来回来去的到前方打探消息 焦急的等待最后的结果 一直足足等了两个时辰的功夫 终于等到了赖大管家 还有几个其他的管家 气喘吁吁的跑进一门报喜 说有喜啊 大喜啊 这就问他怎么 就有什么喜啊 赖大管家就说 奉老爷的命 肃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 尽朝贤恩 小的们刚才在这个临境门外伺候着 这里面的消息是一概不能得知 后来夏太监出来之后 才向我们道喜 就说啊 是咱们家大小姐 进封为凤枣公的尚书了 并且加封贤德飞 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的大小姐是谁呢 那就是这个元春了 早先不是被选进宫当嫔妃去了吗 现在直接封为贤德飞了 其实这个大喜事 就是当年秦可卿死的时候 托梦告诉凤姐的一件喜事 终于揭开了谜底 这个贾政老爷他干嘛去了 他又去东宫去了 还有别的事情呢 可能是还得感谢皇后太上皇之类的吧 反正肃请老太太带领太太呢 也跟着一块前去谢恩呢 听到这儿 贾母这才算是稍微放心 然后又忍不住喜气洋洋啊 大家都是按照品级大小 按照这个阶级顺序开始化妆 都穿上入朝的大礼服 不能是平时的那些打扮了 贾设贾珍也都换上了朝服 当然我估计也不是顶带花灵 可能是说的是明朝的朝服吧 带领着贾戎 贾强服侍着贾母 坐着大轿子前往入朝觐见 于是这个时候 宁荣良府上下里里外外 无不欢心雀跃啊 都都蹦了一个个都蹦了三尺高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非常亲切的笑容 这个都非常开心 言语之间滔滔不绝都在说 真是一个大好事 但是最近呢 有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水月安的智能儿 听说私逃进城了 这个小尼姑啊 去自己私自去找秦中去了 因为她也听说秦中病了 就去看她 但是没想到 被秦中他爸秦夜 发现了他俩的这个不轨的行为 直接把智能儿给赶了出去 而且同时还把秦中给打了一顿 气得老病发作 而且三五天之后 直接呜呼哀哉 等于说是秦中活活把他爹给气死了 秦中本来他就身体也很弱 再加上又生病没痊愈 又挨了一顿打 又把老父亲给气死 这个时候是悔痛交加呀 可是你后悔也已经晚了 于是他又添了很多的病症 而且这个时候智能儿也不知道被赶走 跑到哪里去了 也怪担心的心中 这宝玉马上也听说这件事情 听说他病得好像更重了 连带宝玉也感觉到怅然若失了 就很担心 虽然宝玉也听说这个圆春姐姐 这个被封为贤德飞 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他所惦记的也还是太多了 他郁闷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的奶奶贾母 这个进宫去这个领赏啊 什么大家回家呀 庆贺呀 宁中良府处处喧闹啊 他都就就像没看见一样 视若无物 大家都那么高兴 就发现他一个是不高兴 所以就有好多人问他 说你怎么了 你想什么呢 他都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问三不知 就跟傻了一样 就跟呆了一样 又有仆人提前报信 说这个贾连马上带着黛玉要回来了 这俩二爷明日就可到家了 宝玉听了这件事情 才略有一些欢喜和安慰 马上去问缘由啊 终于可能也隔了小一年的光景吧 因为黛玉回去蛮长时间的 终于又能见到黛玉了 这个时候贾宇村也进京做官了 这个京官有了一个空缺 依然是王子腾给办的事 王子腾啊 这是九省统治内阁大学士 只手遮天这么一个人 所以读到这儿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得出来 贾宇村 他是一个趋炎复世的人 因为他在路上又遇上贾连了 他又跟这个贾连成兄道弟的 几乎都快和他们贾家连宗了 贾连也承认啊 是 他差不多也算是一个连宗兄弟 就于是跟贾宇村一块 加上黛玉 而且他确实是他做过黛玉的老师 算是有失从之疑吧 所以一路同行 作伴回来 其实黛玉也是很惨 因为全家上下 不知道他那边还有什么亲戚 反正整个这个 他父亲凌如海的这个后事 可能很多都是贾连帮他给办的 要把凌如海葬入祖坟嘛 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 贾连这才带着黛玉 回京而来 明天就能到家了 而且他也听说 元春被封为了贤德飞 所以日夜兼程 想快点回来 宝玉这边也盼着回来 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天的五措 也就是过了中午了 这是一点多 快两点了 前面有这个下人 离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 这个时候 大家彼此才悲喜交集 等待对方的人终于重得相见 所以可见宝玉这个时候 真的是太想念黛玉了 一看黛玉如今出落的更加超凡脱俗了 长得更漂亮了 黛玉呢 又同时从老家带回来了很多的书籍物品 同时那个下人丫鬟帮他打扫好了卧室 帮他安顿好 这些带回来的很多的小礼物 伴手礼 分发给了什么宝钗啊 迎春啊 他也不是空手而回的 宝玉就突然想来一件事情 马上把之前北境王送给他的那个玉刺的吉林香串拿了出来啊 如此珍贵的一个皇上刺的 他要转赠给黛玉 黛玉刚接到手里就说了一句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 我不要他 身价多少钱的北境王啊 人家郡王一年的俸禄五千 我们之前讲了 他们何家上下跟人家都没法比的 这么一个人如此珍重的一个手串 太玉一看 臭男人的 你这个就没法说了 那就不要就算了 一看扔地上了 撇地上了 那宝玉只好捡起来 敲摸了自己又收起来了 所以这事真的挺逗的 收回之后 暂且不表 这个贾脸呢 也回家跟媳妇和亲人相见 凤姐肯定也是想念她多时了 因为毕竟新婚不久 少年夫妻 那是非常想念对方 这时候他俩关系还是很好 你看这个贾脸 远道归来 少不得又调侃一番 一看房内也没有什么外人 凤姐就说 呦 国舅爷 您可大喜啊 国舅老爷 您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呀 是啊 他姐姐嫁给了皇上 那他不真成国舅爷了吗 所以就是凤姐就说 小的 昨儿听说 这个有人起码来报 说今日您大驾归府啊 本来还准备了一些酒水伺候 不知可否赏光领收啊 假脸 他是一个嘴挺笨的人 他只说了一句 哎 奇感奇感 多谢多谢 他这 难得他媳妇这么聪明 你换一个人 假如说换成宝玉那种性格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 哎呦 那怎么着 我今儿成国舅爷了 你以后怎么伺候我 开个玩笑 他这个毫无风情可言 假脸他也就仗着这个家大业大 你换另外一个人 不得被凤姐这样性格给整死 假脸随后 当然你就知道了此前持续了整整49天的那场大病 整个都是他媳妇凤姐给操办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真的办不了那么漂亮 于是急忙感谢说 多承蒙我夫人的劳苦 你真是辛苦了 凤姐则是说 我哪里管照得了那些事呢 我又见识浅 我口角又笨 心肠又直率 人家给个棒锤 我就认做个针 我脸又软 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 我就慈悲了 况且又没经历过什么大事 我胆子又小 我太太略有些不自在的都能吓得我 连觉都睡不着呢 我辞了好几回 太太又不容我辞退这些事情 反倒说我就是谈吐一时的享受 不肯学习 还把我念了一顿 就是我捏了一把汗呢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呢 一步我都不敢多走呢 你知道吗 咱们家和族上下 所有的这些管家的奶奶们 你说有哪一个是好馋的 哪一个是好惹的 错一个字 他们都能笑话拿你打圈呢 偏一点 他们就指桑骂坏的抱怨呢 正所谓坐山观虎斗 借鉴杀人 引风吹火 隔岸观火 推倒油瓶 没有一个人服啊 这套把是 他们玩的都比谁都零 我这么年轻 我又压不住重 这肯定有什么埋怨 都会埋怨我的 都会笑话我的 但是无奈没有办法 真的哥在太太跟前 再三再四的苦求 要我一定要去帮他 只得从命 但是我依然闹了一个人仰马翻 不成体统 至今真的哥还在背后抱怨呢 这回好了 你也回来了 明日你见了他 你替我好歹瞄不瞄不吧 你就说我年纪小 没见过世面 所以说这好话赖话 都让凤姐给说了 他就故意这么说了 他办事还能不牢靠吗 就数他办的最灵了 然后正说话 就听见外面有人在聊天 一听着声音不对 凤姐就问是谁 平日这才回来汇报说 姨太太打发了香灵妹子 来问我一句话 我已经说完了 打发回去了 就是说这个 薛姨妈打发香灵 就是真英莲 来找她说点事 原来是她来了 啥事呢 假脸还笑着问说 是刚才我见着这个姨妈了 就是我还刚好遇到了一个 年轻的小媳妇 我跟她差点撞了个满怀 发现这个小媳妇生的好模样 很整齐的模样 我就疑惑咱家从无此人 我从来没见过 于是我问姨妈的时候 谁知道姨妈告诉我说 这个小丫头 就是上京那时候 买的那个小丫头 名叫香灵 可惜就是可惜 给薛大傻子当了房里人 还开了脸了 开了脸啥意思 就是说姑娘出嫁之前 就是好像叫脚脸 用绳子把一些绒毛给去掉 就等于说做了薛盘的妾了 其实当时算是名媒正取 也不算是丫鬟了 最早刚一来的时候 名义上是给薛姨妈做丫鬟的 但是后来没有了 这真正的也算是嫁了吧 正常的给嫁了 开了脸之后 就假脸就发现这个丫头 长得越来越标致了 就说呀 那个薛大傻子 真是玷污了他了呀 凤姐就说 你往苏行走了 这么一趟回来 按理说你也该建立一些世面 你怎么还是这么眼馋 你看谁都喜欢 你要爱他 我觉得他也不值什么 你去拿平儿 把他给换来得了 你说凤姐 这平儿不是你的好闺蜜吗 你要把真舍得出去啊 你这把他给豁出去了 然后凤姐还说呢 薛老大也是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这一年来光景 他为要香灵不择手段 他和他妈薛姨妈都打了多少机枉了 意思就是说他求了他妈多少回了 薛姨妈最开始本来不太同意 但后来一看香灵这个模样 还是长得挺标致的 为人形式也比较妥当 和别的女孩子不同 温柔安静 你要说平时别的达官贵人府里的姑娘小姐 可能有的还跟她还比不上 那是啊 人家真英莲 人家也出自于书香门第 正经人家的姑娘 那当然是没得说 那配你家薛盘 那可以说是鲜花插牛粪上 那是足足够配 所以他就说那可以 于是过了半个月之后 没到一个月 薛盘就也没什么心思了 就过了新鲜劲了 原文说也看得马鹏丰一般了 马鹏丰的意思就是 看作寻常等闲 大家一想到这事 都觉得心里可惜 一语未了呢 二门上又跑来一个小厮 就禀报另外一件事情 说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 这个让甲脸过去 甲脸一听急忙 整装出发 这个时候留下了凤姐和平儿 凤姐才单独问平儿说 刚才薛姨妈有什么事啊 还巴巴的打发了湘灵来问 平儿在笑的说 哪来的湘灵啊 我扯了个谎 根本就不是 那是望儿嫂子来了 一听望儿嫂子 这个王熙凤马上明白 说的是他自己的那点钱的事 所以说这事不能让甲脸听见 于是平儿才谎称说 湘灵来汇报 王熙凤就不该问 就应该敲摸的 等人走了 他再问 他偏偏等到油甲脸在场的时候 问那平儿当然只能撒谎了 这个叫什么 平儿真是够聪明 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因为这个钱 他等于是这个王熙凤的私房钱 如果说这笔钱 你让老公知道 你又不能不告诉他 那就凭着他这个性子 他花钱没个谱呢 那又得让他给花了 所以平儿才悄悄的 走到凤姐的身边说 那是奶奶的那些利钱的银子 迟不送来 早不送来 这会儿二爷在家的给送来了 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了 不然他一进来 他直接说了 那保准让二爷听见了 那这钱就没有奶奶的份了 凤姐听他这么一说完 当然满意了 于是当时就笑着说 我说呢 姨妈早知道你二爷回来了 没有必要再打发一个房里人 来问长问短 原来是你这帖子操鬼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主播二人 才更加变得一条心 一块儿憋着坏 瞒二爷 二爷当然也笨 一直他就被瞒在鼓里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的智商 跟凤姐差的是非常远的 简单来说 就是凤姐在外面 偷着放高利贷 刚说完这句话 脸二爷又回来了 正好这个奸歇 把他给挫开了 于是凤姐急忙命人上酒上菜 夫妻对坐 也是许久未见 其实凤姐他是很能喝酒的一个人 但是他不敢尽兴 只好陪着这个连二爷 就适当的喝了几杯而已 为什么不敢尽兴呢 因为一个家有一个家的一个礼法 你喝酒你得有谁有赏呢 你不能说是大下午的 你喝的大醉也那还能行呢 那肯定是你再大的身价也不敢这么干 家脸的奶妈赵嬷嬷来了 除了她以外 宝玉也好 谁也好 基本上就是都是当长辈那么尊敬的 所以就是也不敢说一个什么 一看奶妈来了 急忙请上炕 让也一块跟着喝酒 奶妈赵嬷嬷还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平儿还伺候着在炕檐上面铺了一个 好对 那个叫屋子 还有一个小脚踏 整个给赵嬷嬷伺候的很齐全 一块上桌吃饭 专门这个甲脸还另端了两盘好菜 给这个伺候着奶妈吃呢 凤姐还问说 哎呀这妈妈嚼不动 那个你给她 你别割了她的牙 你换一个火腿炖的烂的肘子那种东西 你就给妈妈吃 咱家不是还有呢吗 让凤姐对这个奶妈也很好 还问呢 说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这个汇泉酒吧 这个汇泉酒 她应该是吴溪那边的一个叫什么山那边产的酒 赵嬷嬷还说奶奶 我喝着呢 没事奶奶你也喝一种吧 你不用招呼我 咱们也不是外人了 是吧 我这会跑来也不是为了喝酒的 我一件正经事情想求奶奶 奶奶你好歹你得替我记在心里 你多看顾我一些吧 这为什么呢 我跟爷说了 爷总是嘴上说的好 但是脑子里不记呀 就是跟他说什么事 他都不当回事 所以只好跟奶奶说了 此前我跟他提过 他就忘了就也没啥别的事 就我那俩儿子 良二爷的奶兄 等于说奶妈的儿子 他叫奶兄 宝儿也有奶兄 宝儿爷的奶兄就是那个李贵 上次我说错 李贵不是青客 李贵就是贾家的仆人 是李嬷嬷的儿子 所以跟宝玉也是非常好 伺候的非常妥当 宝玉去哪儿 跟着李贵 大家都放心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赵萌萌来提什么事呢 说我现在我这俩儿子还没啥事干 如果说您这边府里 给我们安排点什么事干的话 那我们也不注意受人白眼 现在谁看着我们都能吵我们呲牙呢 都看不起我们呢 那我都求了好几遍了 这二爷老忘了你说 所以我今天这不又跑来了吗 这赶上这个贾府上下 这有这么一件大喜事 那怎么能不用人呢 肯定有用人的缺口 对不对啊 和奶奶来说这个正经事来了 靠我们爷 我恐怕是指不上他了 我还得饿死呢 宝玉就笑着说 妈妈你从今天开始就放心就行了 两个奶哥哥就交给我 你今天不用再担心 是啊 你还不知道他那个脾气吗 他就说他老公 他自己的肉老旺 外面不相干的人生提 你放着两个奶哥哥你不管 我可见过这两个奶哥哥 确实是人不错 宁可你便宜了那人 你不能便宜外人 所以说到这儿 满堂彩 大家都哈哈 大笑 都很高兴 就说还是这个 这个少奶奶会说话 赵萌萌也就不说什么了 说有您这句话 我也就放心了 其实他们最近 贾府有一件大事 因为元春封了贤德飞 所以他们要大动工程 所以讲到这儿之后 可能朋友们发现了 还没有讲大官员的事 所以从这儿就开始要讲大官员的事 因为现在还没盖 凤姐他就问贾连 说你要去真的爷那边商量什么事 贾连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正事 就是为了省亲 凤姐就问 省亲 这件事难道恩准了不成 贾连说 虽不十分准 也有八分准了吧 凤姐就笑着说 可见当今圣上的龙恩 历来听书看戏 从古未有过 这个赵某某又接着说 可是呢 我也老糊涂了 我听见上上下下都在吵闹着 省亲什么省亲 我也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个缘故 贤德飞可以被皇上允许 回家谈亲 这个就叫做省亲 前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恩典 如果嫁入皇宫了之后 皇上不许你走 你就不可以随便走 大家听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非常的开心 就是说啊 如今当今皇上这个体恤万民啊 大家都觉得 哎呀 也是皇上也是 这个血肉之躯嘛 他也体恤这些妃子 大家都是会思念自己的父母 如今皇上自己 他也得侍奉太少皇和 太皇太后 他自己也要尽孝 所以他就 说是皇上现在就想到 这宫里这些嫔妃这么多 也很多入宫 很多年了 抛家弃业的 这算是 也不能说 其里子散 也很多年不见着这个父母 那如果因为想见父母 导致于 积劳成疾 做个病 甚至死亡 那跟皇上也脱不了关系啊 这算是伤天害理吧 太皇太后也觉得 这个可以可以 这个不算是有失国体 他们原计划是每个月逢二逢六的时候 就初二初六 十二十六 都是可以这些亲属 直接进入皇宫里面来试探 后来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理 第一个就是说 出出进进的老百姓 没事干 当这儿 把这儿当成这个旅游景点了 你这也不太方便吧 况且你在皇宫大内的 那即便是父母子女见面 他可能也不敢放得太开 觉得可能他们也有所顾忌 那还不如直接把他们放回家去 让他们定期的 可以回家去探亲 他的师在家住几天 那么每个月逢二逢六 父母也可以来皇宫去看他们 这样一来的话 父母子女之间就可以经常享受天伦之乐了 岂不妙哉 大家都说 好好好 太好了 这个就是最近的一大 第二大喜事 赵嬷嬷听到这儿也说 阿弥陀佛 原来如此 这个就再好不过了 原来我们家要准备迎接大小姐了 当然了 现在的大小姐已经是贤德飞了 算是皇亲国戚 她现在还没有孩子 如果她还有孩子的话 那就等于说是带着阿哥 带着太子来回你们家住 那你为了守护这个国体 你不能 当然你不能像迎接普通的这些孩子一样了 你当时迎接这些 就没钱没事的小外甥 那不一样 他是皇族 他可能就是将来的皇上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必须得另盖一个住处 这个就叫做醒亲别怨 是这么来的 说到这儿呢 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王府 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女儿嫁进了皇宫里面 所以他们现在得到这个预旨之后 他们的女儿也可以回家试探双亲二老了 已经有一些什么张府啊 李府了 也开始盖醒亲别怨了 一听到这儿 凤姐就笑着说啊 果然如此啊 可惜我不曾见过个大世面 可恨我小了几岁 我要早生个二三十年 这些老人家也不至于老说我没见过世面了 说起当年太祖皇上仿顺寻的故事 这比一部书还热闹呢 太祖皇上仿顺寻是什么意思 就谣传以前的这个 姚顺宇的顺皇帝曾经南寻 他南寻到广 哦对 说的就是广西仓武县 这里说的太祖皇帝仿顺寻 意思其实影射的就是康熙帝六次南寻 当年曹家四次接驾 这是真有其事的 当年曹寅曾经年龄和这个康熙帝不相上下 甚至据说跟康熙帝的关系还不错 所以才住在他家四次 那当时这个铺张浪费可以说是花钱就像流水 就像大海一样 就根本看都不带看 眨眼都不带眨的就上万两银子就那么花出去 就是为了博得皇帝的开心的那么几天 他们当年肯定也是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省亲别怨 类似于大官员那样一个地方 所以说起来这件事情 赵嬷嬷也很感叹 说凤姐别说您没赶上 说那个对我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 那时候我才刚记事 贾府当时只赶上过一次接驾 那都把银子花得像躺海水一样 凤姐就忙接着说 我们王府也曾经接过一次驾 当时我爷爷担管各国进贡朝贺的诸相事宜 凡是有外国来的人都是我们家养活 凡是什么月敏哲 所有的洋传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说 所以啊 谁不知道这个东海少了白玉床 龙王来请江南王啊 说的就是奶奶府上的事了 但是如今现在江南最大的那个真家 他们也是好气派啊 唯独他家接驾四次 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如果没有见过 那谁敢相信他们家这个银子花到这个程度啊 那真是世所罕见 简直都可以说用银子堆山天海了 赵嬷嬷就说 我告诉奶奶一句话 这只不过啊 就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 往皇帝身上屎罢了 谁家有那些闲钱敢这么花啊 说的也是哈 于是这个时候 王夫人就打扶人来 就问凤姐吃饭了没有 再怎么样了 凤姐说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个漱口就走了 正说的热闹呢 又有两个小丝上门禀报 说东府的荣哥 强哥来了 在外面等着呢 甲脸刚洗 吃完饭漱了口 平儿正伺候着呢 平儿就随口说了一句 什么话 跟我说 是 这平儿现在跟二小姐一样 那他说话是顶用的 凤姐都不用吩咐什么了 甲荣跟甲强来了 就直接跟平儿 所以说就这俩少爷当的 地位还不是人家丫鬟 多惨呢 你说说 是 况且也小一辈 他得管这个 王熙凤叫婶子吗 叫婶吗 直接跟丫鬟禀报 甲荣先说话 说我父亲啊 打扶我来回叔叔 就回这个梁儿爷 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 从东边一带 沿着东府花园起 一直转向北 一共丈量准了 三里半那么大 可以盖 性侵别怨了 大家就知道这个面积了 就是大观园的总体面积 三里半 我想三里半应该是 应该是周长 不可能是边长 你要算边长的话 那就是 两百万平方 所以这只能是周长 你周长的话 一边三百多米 是吧 14万平方米 就跟在北京的 那个大观园 是的那个 那个旅游景点 就是87版红楼梦的 那个拍摄现场 是一样的大小的 略大一点点 差不多 咱们北京的 那个大观园 应该是占地面积 11万平方米吧 他就是正常 按这个小说里来算 14万平方米 还真是差不多那么大 按照这个面积来说的话 就是像什么 这个肖香馆呀 什么等等等等 这个将来带育 保育住那些房子 其实并不大 但是按照比比老百姓的居住面积 肯定大很多了 因为他有各种回廊啊 这家伙这以后会我们慢慢的来详细再介绍吧 意思就是禀报这个事情 说现在刚丈量了面积 具体的这个方案还没有定 所以说来请示少奶奶 请示这个少爷 看我们怎么着 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就这么点事 这咱真的老爷爷想到了 说是叔叔这才回来 未免辛劳 所以说也不用到我们那边去 有什么话呢 明天一起再详细商量吧 贾连也笑着说 是啊 多谢大爷这个体谅啊 我确实过不去了 今天太累了 而且这个是一个正经事 这省亲别院是个大事 建造起来 它也不容易啊 那你要需要额外的采购很多的设备啊 拉土石方啊 包括这各种东西你得买啊 那很费事了 那你不是说是这个一时半会儿 你能敲定的一个方案 这时候贾连就特别叮嘱了一句话 说如果老爷们想要再改 就是说如果贾社和贾政要改方案的话 你可得让贾大爷多去这个阻拦他们 说万万不可另寻地方 一定就在这盖就行了 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东府 这宁国府北边北墙刚一出来 他那汇方园沿着墙 就画了那一片地儿 可能也不知道是买下来怎么着 反正就打算在那盖了 你是啊 多方便啊 你就家门口 你如果说老爷觉得那不好 那再改那必然是远了 所以脸二爷意思就是说 别改了 就这儿吧 就这么个事 就回去禀报就行了 那贾荣和这个贾强 他答应好几个 是是是是 好好好 明白明白 走出去几步之后 贾强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回来重新禀报 说我们打算下姑苏 去聘请教习 财买女孩子 置办乐器 行头 什么意思呢 聘请教习 就是应该请 教音乐 教 也不是教美声唱歌啊 就教戏曲的老师 或者教杂耍的 这个叫 这一类的教习 他肯定不是教武功的 因为这些人 没有 从事这个 武功打斗的 这个需要啊 就是 请教练 财买女孩子 是什么意思 那就直接了当说贩卖人口 他也他也不好听 但是当时那个年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是贩卖人口 怎么说呢 当时清朝那个背景 饿瓢遍野 民多动美 一到冬天 老百姓 成千上万的死 那你如果到了大户人家 给人当一个戏子 或者当个丫鬟小丝 至少在生与死之间 你能选择活着 所以当时贩卖人口 变成了一个正当的行业了 所以就他当作 寻常的事情来聊 说我们就请一个教课老师 再买一些女孩子 教他们唱歌 教他们唱戏 不是唱歌 就是买一些长相标志的 小戏子 从小培养 将来在大观园里面 就供大家享乐 所以当时把戏子 看作跟这个青楼女子 是一个地位的 我估计这些女孩子 他们可能觉得挺新鲜的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学唱歌 学唱戏 我就饿不死了 我能混口饭吃 可能对当时的人来说 也算是不错吧 所以有的人家 主动把自己的儿女 就是卖作戏子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他们其实也就是 能捞点油水了 把这个事最后 再来找叔叔 找这个贾脸 商量商量 贾脸同意了 就没啥事了 贾脸一听 上下打量贾脸 说就凭你 你真能办好吗 这个事你再行吗 就这个里面可大有油头啊 你完全可以藏着 掖着很多东西啊 这还是真是亲者啊 所以他直接就把 这话挑明了 油水这么大的活 真大爷就那么放心 就交给你了 我怎么不信呢 还故意问他呢 当然咱这俩二爷的脑子 有点笨啊 你说这 问话问的还挺直 贾强呢 就笑着说 哎 我只好学习着办呗 那总有个开始嘛 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贾荣还在旁边 悄悄拉这个 凤姐的衣襟呢 就甩呀 别让这个俩二爷问了 怪不好意思 这俩油水没多少啊 凤姐还 马上会议就笑着说 哎 说那个 说自己老公啊 说二爷 你甭操心了 大爷难道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吗 他还不知道谁是谁吗 你担心什么呀 况且这行谁在行 你在行吗 孩子们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你大爷既然派他们去了 那不过就是一个做到齐的 意思就是说是指挥的 也不可能叫他们直接去讨价还价 去做生意 是吧 就照我说的做就得了 贾脸就说 那好吧 那既然二奶奶说了 那就这样了 我就不驳回了 那就派贾强 你们俩就去吧 只不过我就是习惯于 替我大哥算计 那得了 现在我也没什么话说了 他就问 但是这个银子是动哪一处的呢 你们采购 反正从我们府上出钱 从你们府上出钱 贾强就说 哎呀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 我也在禀报这个叔叔 就是这个赖爷爷说啊 不用从咱们府上出钱 他说的赖爷爷是谁 就是赖的管家 一个大管家 他都得管人叫爷爷 你说这少爷的混到这个 什么地步 你的地位又不如丫鬟 又不如管家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所以少爷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分是谁的儿子 赖的管家是怎么了呢 说是不用从账房里面 咱们自己出钱 赖的管家人就知道这个账面啊 怎么着 江南老真家还收着咱五万两银子 这什么意思 就好像是说现在你听谁说 哎 我哥们欠着我们家五千万呢 就这种感觉 那就是这种五万两银子呀 那那是是 大概等于现在五千万 差不多 明日写一封书信 写一封会票 让我们去 支三万两银子出来 先花着 剩下两万呢 存着 以后咱们的这个 醒亲别愿呢 难免会置办一些什么花灯采竹啊 各色的这些 这个连笼啊 账曼啊 买那些东西的时候 再用那两万两 听到这儿 贾脸就点点头说 这个主意好 凤姐还向那个贾强说呢 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还有两个妥当的人 你们就顺便 带他们俩一块去 便宜了你了 贾强就忙问说 哎 那正要和婶讨两个人呢 这可巧了 是哪两个人啊 婶还帮我们推荐一下 这挺好 凤姐就问赵嬷嬷说 你快说吧 你不是求你那个儿子 要帮着说是有什么活 想着他们吗 到这时候你倒不说了 这时候赵嬷嬷都听傻了啊 他平儿都直推 他说问你话呢 所以就是说平儿 一直都很聪明 非常的明白 这个凤姐他的主人是怎么想 这时候赵嬷嬷 他惊醒啊 这回事 他说我儿子啊 我想起来了 是 我又是有俩儿子 他都听得连他儿子叫什么名 我估计都快忘了 他就说啊 一个叫赵天良 一个叫赵天洞 洞梁之才 这名字起的挺好 凤姐就说 你可别忘了 我可不管了 你们将来带着他去 我现在可忙我的去了 说完出去 贾嬷也是送了出来 悄悄的又向凤姐说 哎 沈子你要什么东西不要啊 你吩咐我开个账 我带那个这个强兄弟一块帮您采购回来啊 让他按照这个账面上置问 凤姐就笑着说 放你娘的屁 我的东西 我现在我还没地儿搁呢 我还稀罕你们这点鬼把戏 我用你帮我采购吗 这假容易是 就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美差啊 这家伙去支三万两银子出来 当然他不敢随便乱花啊 你得按照账面 人家让你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他恨不得就是 你多让我给你们买点 买的越多越好 这样我的油水就越多 就这么一个意思 凤姐走了之后 这贾强还悄悄问贾脸呢 就说哎 这叔叔您要什么东西不要啊 顺便我买来孝敬叔叔 他也是跟那个贾荣是一个德行 也是想多赚点油水 贾脸笑着说 你别跟我来这套 你就刚学了办事 你就开始跟我玩这个把戏 我什么也不少 你就按照这个 人家吩咐你的去办就得了 你轮不着帮我买东西 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都要申请领导 来了三四拨人之后 假脸就嫌烦了 说你别再让他们来了 叮嘱这个吓人小思说 从现在开始一概不见 我要休息了 凤姐呢 则是休息的更晚 凤姐一直是忙到这个三更天 十二点了 这才回来睡觉 所以那个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 这个一更二更睡 他很多时候是三更 或者更晚 还有熬通宵的时候呢 以后我们会讲到 他们还有通宵 一直玩喝酒的时候呢 就挺好玩的 来到第二天早晨 假脸刚一起床 就去拜见假设假证去了 并且往宁国府而来 同一帮人呢 一起商量 怎么盖这个 醒亲别院 就怎么盖这个大别墅吧 这真是一个大工程 你需要涉及的人员 专业的人员还很多 涉及这个房屋的构造的呀 雕梁画动绘画的 还要打家具的 你必须得雇这些 有实际的技术的人才能行 然后并且同时和这些官老爷 一起研究方案 当然有的方案可能也会随时被推翻 以及一些这个砖瓦 你得采购多少啊 你什么时候搬运 就包括北京那个大官员 你搬出去的土石方都多少吨啊 那这个绝对不是小事 就现代的工程 那都三年的工期啊 那你过去 你怎么可能一时半会儿 就很快是盖不好的 当日里是有一个什么方案呢 农国府的宅子的北边 最后边有一个小胡同 平时是不用的 它是封死的 实际上那个小胡同 可以通到宁国府 现在把宁国府 后面那个汇方园给拆了 拆了之后 直接要盖大官员 那么顺便把 容国府的那个后院 小胡同也拆了 两家算是能连在一块了 还挺好 这样一来的话 亲戚之间走动也就更方便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处火水 从外面一直引入 宁国府 能够贯通整个大官员 等于说除了有山 也有水 直言斋评价说 清朝那个时候 很多的达官贵人 盖宅子 就忽略这一点 光有山石 光有绘画书法 你看是很漂亮 他就是没有水 这个地方 你一旦没有水 少了很多的灵气 那你再怎么着 富丽堂皇 他也还是差点意思 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个 当地最知名的一个能工巧匠 来设计整个大官员的这个构图 这个人叫做山子野 那这个人是非常的有名 他在画那个工程图呢 就是整个就是由他来设计的 但是贾正他倒不喜欢这些俗物 就不想跟他们掺和 就完全全全交给这些贾设呀 贾真贾脸呀 赖大来生啊 这些林志孝 这些交给他们这些人了 就是说有什么事 你们也不用问我 贾宝玉他爸一直是一个 很刚正不合 很清高 然后也挺正派的一个形象吧 所以就是这些采购捞油水啊 他也完全是不掺和的 至于说怎么设计 就你们爱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 老太太最后满意就行 那当然最终还是得有这个 山子野这个老人家 老设计师给设计 咱们现代装修一个房子 你都费老劲了 你造那么大一个园林 你得有多少事情得商量 这处宽了窄了 那处高了低了 什么颜色 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贾府上下 这是人丁跑来跑去 贾蓉有一个肥柴 贾蓉是去负责打造一些金银器皿 这都是之前的东西 他捞的油水想必是最多 贾强他只不过就是去姑苏 去办什么事呢 就采购一些这个唱戏的小戏子 就好像买一些小丫鬟一样 顺便买一个交戏子唱戏的一个老师 这老师是顾的 他不是买的 就说这意思 他就单纯只是办这个事 那能捞一点油水 他都高兴了不行 这个时候只有宝玉开心不起来 按理说家里面有这么大的事情 他的大姐姐元春又被封为贤德飞 按理该高兴 可是他高兴不起来 心中无法舒畅 这天早晨 贾宝玉梳洗完毕 先去给贾母请安 然后就去看望秦中 想征得贾母的同意 但是他刚走到二门前 就发现自己的贴身小丝 明烟在门前探头探脑的 他就把他叫出来 说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明烟就说秦相公不中用 一听这句话 就说秦相公快不行了 宝玉吓了一跳 忙问 我昨天才刚瞧了他 瞧得明明白白的 怎么就突然不中用了 明烟就说 我也不知道 刚才是他家的老管家过来 特地告诉我的 宝玉一听 急忙转身去回禀贾母 贾母则是吩咐说 你好生派一些妥当人 跟着你一起去 你进一进同窗之情吧 不需要耽搁太多的时间 贾母也挺心疼 秦中这个小子 然后因为也送过一个 状元吉利的小金科子 挺器重他 就一听说这事吧 他当然更担心宝玉 怕宝玉伤心过度 宝玉一听完 急急忙忙出来换衣服 叫车 车半天还没来 急得他是满庭乱转 催说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 终于车来了 上了车急忙 就明烟一起跟着过去 来到了秦中的门前 发现悄无声息 安安静静的 平时都是 虽然不是大户人家 也可以说人来人往 现在安安静静的 一副非常萧条的气息 也不是什么好征兆 直接进去 进入到内室 发现这屋里 其实站着几个人的 有秦中的远房的婶儿 还有几个 从来没见过的兄弟 在这儿待着 一看宝玉一进来 藏之不迭 吓得急忙躲 这些人为什么躲呢 心虚啊 这几个人来干嘛 为啥平时 宝玉都没有见过他们 这直言斋人就说明了 这个就是吃绝活的 知道你快死了 我来分你家的家产的 所以说吃绝活这件事情 我们几百年来 就是真是一个巨大的恶习 你明知道这人快不行了 你到临了 还给人家再补上两刀 就是这么一家亲戚啊 这个时候啊 宝玉就仔细观桥发现秦中已经瘦得不成人样 并且他的仆人说秦中少爷刚才昏过去两三次了 这才刚醒来 并且已经一床一则 一床一则的意思就是说换了一个新的席子 过去古人讲究如果人之将死 感觉无法再救治回来的时候 要给他换一个新的席子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宝玉一看见这个忍不住失声痛哭啊 李贵就在旁边忙劝说 哎呀这个少爷不可 你不可这样伤心过度 秦相公那是弱症 未免在炕上 这个炕头太硬 他骨头不受用 所以咱且挪下来松散松散 说哥你不要如此 你岂不是反添了他的病吗 其实李贵也很聪明 他意思就是说秦相公太瘦 这睡不得硬炕 这只是给他换个席子 他不是一床一则的意思 宝玉一听完呢 稍微忍住了眼泪 再看秦中 面如白蜡 呼吸微弱 宝玉就轻轻的说 惊凶 宝玉来也 连叫了两三声都不答应 最后又说 宝玉来了 但这个时候 秦中为什么不答应 他已经魂魄离身了 就剩下最后的一口气在胸膛 这口气咽去 这人就没了 许多的这个鬼神判官 已经提着绳索来捉拿他 秦中的魂魄 现在他不肯离去 他想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家中无人看管家务 那个父亲还留下来 三四千两银子呢 同时第二件事情 还记挂着智能儿的去向 智能儿到底去哪去了 他所以就不忍心走 他就百般的这个 求恳这些神鬼判官呀 但是这些判官呢 不肯寻情枉法 反而骂他说 这个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 你岂不知俗语说得好 阎王叫你三经死 岂敢留你到五经啊 我们阴间上的人都是铁面无私的 比不得你们阳间 你们老是瞻前顾后 这个多有通融 我们是从来不会通融的 正道呢 秦中的鬼魂就突然听见 宝玉来了这四个字 急忙央求说 列位神差 略发慈悲 让我回去和一个好朋友 多说一句话吧 这个这帮鬼神就说 啊 这什么好朋友 秦中就说 不满列位 就是荣国公的孙子 小名宝玉 这帮人一听大惊失色 原来是他 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些人也在那争吵 说你看你早不来晚不来 你拖到这个时候 还没把他的魂魄给锁走 你等着这么一个 忘时运的人来了 那这还能行 你别到时候 你再把他给唤醒了 有没有办法 可以真正把秦中给唤醒 那除非说 他也有一块像宝玉那样的玉 可惜他是没有的 暂时放他回去 说一句话吧 秦中的眼睛微微张开 发现宝玉坐在身侧 他才勉强的说了一句 你怎么不肯早来 再吃一步 也不能见了 宝玉急忙 携手握住他的手 捶泪 说有什么话 你留下两句 秦中说 并无别话 以前你我见识 自为高过世人 我今日才知自悟了 以后还该立志功名吧 以荣耀显达为事 说吧 一声长叹 消然而逝 其实秦中最后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俩以前自以为读书 高过常人 以为自命不凡 但是其实也不过如此 都是凡人 所以你以后 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还是以追求功名为主 好好读书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好 那么这一集 我们先讲到这里 让我们下回书 再接着说 给他打电话 感谢观看